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近來 建制派內鬥的情況有持續的跡象 而葉國謙作為傳統建制派的代表人物 近來也變得火紅起來 不僅是跟田飛龍隔空馬戰 最近連馬恩國都捲入其中 究竟發生什麼事?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葉國謙最近都經常來幫傳統建制派的利益發聲 昨天葉國謙上了劉慧卿、阿興姐的網台節目 他提出了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令到有部分建制中人感到不愉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 早前在立法會會議上說到 說持有外國護照或者外國居留權的人士 仍然 是可以參加選委會的選舉 只不過就不能夠供選委會的界別 進新立法會 說得很清楚 選委仍然是開放的 只不過就不能夠做立法會議員 但是葉國謙有一個更進一步的建議 他認為 即使只是參加選委會的選舉 也不應該准許那些持有外國護照 或者外國居留權的人士去參加 他又指出 在現行的選舉制度下 有12個立法會裡面的功能界別議席 是容許那個議員本身擁有外國居留權 這個就是基於照顧到回歸前後的實際情況而去制定 但是時至今日 他認為所有的參選者都不應該持有外國護照 他這番的說法 當然就是會得罪了一批 以往放羊留學 又取得了外國國籍的商界人士 專業人士 以及管治精英 因為有很多人口中喊著愛國 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實際上手裡握著兩本護照 他喊愛國的時候 說自己是中國人 有什麼事的時候 他又可以拿著一本 外國護照作為水譜作為後備 這些人大有人在 葉國謙這番的建議 無非就是要將這班擁有雙重國籍的精英 排除在整個權力遊戲的外面 當然 這班人無論在政界商界 或者是 民建聯當中 也是存在的 剛才踩中了一個人的尾 那個就是馬恩國 馬恩國 他本身持有澳洲國籍 人所共知 他又如何來看 葉國謙的這番建議 馬恩國就說 他是不會回應 個人的國籍議題 但是 基本法從來都沒有要求 選委 是不可以擁有 外國護照 或者是外國 故此他認為 不能夠將個人的要求 強加在附件之中 他說中央都沒有這樣的要求 葉國謙憑什麼來加這個條件呢 實際上來說 我認為 葉國謙這個建議 他真正是 能夠落實到 中央的全面管治權 以及是愛國者治港 如果他真是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怎會去外國宣誓效忠呢 申請外國國籍 申請外國護照 不是填份表那麼簡單 尤其是入籍了外國 他一定要經過一個規化的程序 這個規化的程序 一定是牽涉到宣誓的 在宣誓的時候 你就要宣誓效忠外國了 難道是宣誓什麼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既然有一群人 又宣誓效忠外國 然後自己又說 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麼你一心不能夠義用 是不是 你要選定一個國家來愛的時候 當然 要不就放棄了外國國籍 要不就不要參加這個權力遊戲 要不就怎麼愛國者治港 比如說馬印國那樣就算了 別人就會質疑你的 你說愛國 但是為什麼你擁有澳洲護照呢 你愛澳洲多一點還是愛中國多一點呢 其實很容易抉擇 如果你認為愛中國多一點 你還保留住本澳洲護照做什麼呢 現在就不能夠再像林鄭以前那樣說 她老公保留住本英國護照就是旅行證件 這件事情是說不通的 因為特區政府自己本身都有簽法旅行證件 有特區護照 而特區護照免簽國家的數量 絕對不是說輸蝕比英國護照很多 就算有部分的國家 用英國護照入境的話 就免簽的 用特區護照就要簽證的 如果你真是熱愛這個國家的時候 你就很應該拿回特區護照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前往一些國家 使用特區護照是要簽證才能入境的時候 你就給錢給時間去申請這個簽證 有多麻煩呢 有多難呢 是不是 如果連這些東西都付出不了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自己愛國 愛一條毛 是不是 有些人說謊 有些人是 尤其是有些人 在香港根本上是在做裸官 大有人在 他自己本人外於法例的要求 政治的要求 他不能夠擁有外國護照 或者是外國居留權 就被迫放棄 因為他要做官 他要兌份薪是三四十萬一個月的 但是 家爺底 全部都是拿外國護照的 這些不是裸官是什麼 香港也存在著這個裸官問題是很嚴重的 所以葉國謙現在提出這個建議 我認為是有利於愛國者治港 怎麼容許可以有些外籍人士去參選 是不是 就算基本法裡面沒有寫明 你自己也會脆 愚蠢的 如果是有心參加這個權力遊戲 參加這個制度 就很應該放棄本外國護照 不要整天想著 有好處就可以兩邊舔 在這邊舔到盡的時候 轉頭拍拖又可以走了 可以去外國退休 歎世界 這些無非為自己保住後路 不要再拿什麼旅行證件 這麼無聊的原因 走出來困人 接下來我們又去看看 葉國謙還有其他話說 他被問到 是否擔心 分區直選的議席大減之後 民建聯的勢力是會被削弱呢 葉國謙就說沒有這一方面的想法 因為民建聯的成員 一樣可以隨其他的界別進新立法會 他就說不會怕紫荊黨等等的新建制派搶票 他認為建制派裡面有良性競爭是合適的 任何政黨都不能坐足一輩 這句話就有點政治不正學了 照計在你的角度 有些政黨是應該千秋萬世的 他還說 只要有能力 就可以爭取市民的支持 他也相信 民建聯和北京的聯繫非常足夠 第一件事 葉國謙和葉劉 之前都曾經嘲諷過紫荊黨 紫荊黨 他們又沒有地區工作 又沒有直選經驗 所以要參與立法會選舉的話 要爭取直選的議席就比較困難了 最多就是循功能界別 進新立法會而已 但是現在就改變了 完善選舉制度 現在的比例變成432 直選就變成最小 選委會才是最大份 我真的想問一件事 究竟當初媒體去找葉國謙或者葉劉訪問的時候 這兩位大哥大姐 到底知不知道中央將要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呢 如果他們知道的時候 也不會說 紫荊黨是選不到直選 選不到就選不到 直選現在只有20席而已 現在人家選委會已經有40席了 而且選委會很大程度上 是比上方操盤得到的 對不對 那不是直選 你說現在直選 當然民建聯仍然是有優勢的 但是來講 根本上你的直選 選來選去都只有20席 選委會就已經是你一倍的數量了 當然啦 你說可以是 其他的界別進新立法會 功能界別 或者是選委會 那選委會我又相信 不會說一直都不會遇民建聯的 但是會不會40席都分給你呢 肯定沒有可能 那一牽涉到議席分配 就是利益分配權力分配的時候 當然啦 很多政黨都會參與競爭的 包括紫荊黨在內 我們就真的拭目以待了 12月就知道了 這個選舉 押後到12月 到時就看看這個選委會的界別 民建聯系可以得到多少席 現在他口硬的 就說可以隨其他界別進新立法會 一定可以的 不過看看選委會選不選你 所以 大陸現在要推行這個 愛國者治港 要實施全面管治權 那麼他一定是要安插一班 真真正正他的自己人在立法會那裡 他才會感覺到安全 而你這班人 雖然來講 過去長期以來都是 扮演一個叫做建制派的角色 但是始終你都不是根正苗紅 始終你都不是他的自己人 尤其是你那班這樣的傳統建制派當中 有很多都是廣東省籍的 是南方人來的 上面對於這些人的信任程度 肯定就是會低一點 這個是有歷史的軌跡 所以 如果他要實施這個愛國者治港的時候 肯定要安插一班港票人士下來的 這一班人 才是他真真正正信任的嫡系人馬 所以這些民建聯 或者是工聯會 到時候 影響力還有沒有像現在那麼大呢 你肯定會被人攤薄了 因為現在 立法會本身70席 35席的直選 民建聯每區最少是取得一至兩席的 將來 只剩下20席的直選 你每區能否取得一至兩席 肯定不行 每區怎麼取得兩席呢 大哥 一個區才得兩席 商議席單票制你得到兩席 那麼厲害 當然是不行的 而且就算分了10個選區 民建聯也不是說10個區都可以參選 那麼厲害 一定要跟其他黨協調 又有工聯會 又有新民黨 又有自由黨 又有經民聯 九十幾個黨 你到最後協調了 肯定每區最多都是一個人那麼大 你再協調多一個出來 你也是選不到那麼多個 因為有些扮民主派的人他都會參選的嘛 就算現在民主黨他們都開始蠢蠢欲動啦 如果民主黨又選的時候 他又拿到足夠的提名又入到閘的時候 那麼他都會夠票當選 當然有人投的 一有人說自己是民主派 就有人會投的 所以 變成民建聯來說 你說他的勢力是不是會被攤薄了 就肯定會攤薄了 因為現在民建聯在立法會有十三席 八席就是地區直選 五席就是功能界別 好了 你現在有八席地區直選 將來直選只剩二十席的時候 都很難保得住八的議席啦 那麼當你在直選裡面減少了的議席 能不能夠在選委會那裡取得回 我當你就是取得回十三席 現在你是七十席裡面佔十三席 將來是九十席佔十三席 就算你的議席保持得到的數量也好 你的勢力就是被攤薄了 所以 葉國謙說 我不怕民建聯的勢力是削弱 我不知道他所說的削弱是會弱到什麼程度 當然 民建聯不會一直都沒有 但是 那個勢力被攤薄了 我看怕就是那個趨勢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